朋友们好 眼前的这个标志徽章 您认识吗 我是第一次看见 以前呀我从来不知道 世界上有一个军人奥运会 这张照片就是 第一届军人奥运会 留下的照片 目前我们处于这种紧急状态下 很多很多的事情都不能做 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那就是学习思考 今天呢我很久没有出门 去这种政府机关 今天有一个事情 是必须去那个市政府去 为什么呢 我们本来有一个民间社团活动 今年要开年会的时间呢 无法聚会了 所以呢大家几个人要去确认一下 大家的这个反馈的这种资料 然后要签个字呀 什么承认呀 什么这样一个事 所以呢我就不得不 十点钟去了那个市政府 去了以后我们那个民间组织的会长 已经坐在沙发的一头 我就远远的坐在另外一头 然后我们那个事务局的年轻人 他出来跟会长聊天的时候 他们两个说那个会长就问他最近怎么样 什么什么他那个年轻的事务局长就说 最近呀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那个会长就说了一句 有一个事可以做 就是思考 那个年轻人就马上回答说 对对对思考的时间多了 所以呢我也是回到家的 我就想思考学习一下 我不知道的这个武汉军人的奥运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和大家一起边查资料边学习 好我们刚好找到了一个当时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军事栏目的一个报道 通过这个节目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当时2019年的10月 在武汉举行的这个世界军人运动会的情景 不仅是参加运动会的国家运动员 还有开幕式的唯一表演 还有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先生 接待各国参加运动会的这个代表队的长官等等 我们来综合的了解 或者说感受一下 2019年10月的武汉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个军事栏目的报道吧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 欢迎收看国防军事频道军事报道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隆重开幕 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习近平集体会见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 及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要官员 习近平分别接见联勤保障部队第一次党代会代表 驻湖北部队副师职以上领导干部和团级单位主观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全面展开 中国八一射击队夺得首金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18号晚在湖北省武汉市隆重开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 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的综合性国际军事体育赛事 也是继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 来自109个国家的9300余名军体健儿将在江城武汉同场竞技增进友谊 18号晚容纳近6万名观众的武汉体育中心主体育场 人声鼎沸 气氛热烈 二十时整 礼宾号响起 习近平同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席脾起李洛等步入会场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正式开始 红旗飘飘的音乐声中 一幅巨大的五星红旗图案 铺满体育场 随即又变换组合成中国字样 随着灯光音乐的变换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会灰 和平有意纽带被点亮 和平歌图案出现在场地中央 各参赛国代表团 按照国家法语名称的首字母顺序 依次入场 当一面面不同国家的国旗通过主席台时 现场观众热烈鼓掌 对远道而来的运动员表示欢迎 东道主中国代表团最后一个入场 运动员们均荣严整精神抖擞 高举五星红旗通过主席台 习近平起身挥手致意 全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中国代表团共553人 是本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参赛运动员最多的代表团 伴随着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 16名仪仗兵迈着有力的步伐 分别护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会旗走进现场 经过主席台时 仪仗兵高举旗帜正步前行 值得上天马上 十明尸位最多的代表团 这个人的性质的地方 市代表团组设有力的 市代表团共和国外国旗 山市评设有力的 宿主席台时 市长有力的 山市正组设有力的 区域台时 市政权有力的 上天马上 市华民旗选担 市民旗帜正在台湾 市政事大人 市共和国外国旗駅 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 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旗 随后奏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会歌 升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会旗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致辞 代表组委会向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运动员 教练员和来宾表示热烈欢迎 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席脾气里落致辞 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和湖北省武汉市 为本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所做的精心准备 表示感谢 祝愿运动员们取得好成绩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 在视频致辞时表示 此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借此机会向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祝贺 祝愿运动会圆满成功 在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会期前 中国女子排球运动员袁新月 国际级篮球裁判温克明 分别代表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运动员 裁判员宣誓 21时许 习近平宣布 我宣布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开幕 全场掌声雷动 欢呼不断 共享友谊 同住和平 现场播放的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宣传片 回顾了历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情况 介绍了中国军队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历层 随后开幕式文艺表演和平的新火拉开序幕 文艺表演上篇 泱泱滑下 生生不息 分文明之光 何何之道 江山如画 丝绸之路 星星之火 五个节目 通过回溯历史 展现远远流长的华夏文明 和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 及其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做出的重要贡献 夏天 夏天 露露相连 美美与共 分和平之失 新的天地 新的天地 一带一路 出发出的小孩 新的天地 决定是让取出的世界军事文化 小女们为这个世贵يع 能力尽是让国家障碍的辅尽 华小女们为这个世贵而推动人类社会 为这个世贵而推动人类社会 为这个世贵而推动人类社会 未经历的人类社会 未来展示人民军队强军新军崭新风貌 展现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唐国气象 传递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信念 整场表演以母亲河和黄土地为笔墨 以丰富多彩的灯光舞台效果塑造了中华母亲形象 传递出世代中华儿女追求和平 维护和平的美好愿望和不懈努力 二十二十许火炬场内传递和烛火炬点燃仪式开始 自八月一号起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地江西南昌采集的盛火 先后在多个城市和军营进行传递 最后到达武汉体育中心 万众瞩目下 多次获得奥运冠军和士兵赛南端冠军的王浩 获得二十六个射击世界冠军的金永德 获得十次国际军体军事五项世锦赛冠军的王唐林 获得奥运会游泳冠军 并打破奥运会记录的焦刘杨 获得女排世界杯冠军的中国女排队员杨俊精 获得亚洲足球小姐称号的武汉籍女足运动员王霜 两次担任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起手的刘玉洞 等七位火炬手高琴火炬在全场观众热烈掌声中接力传递 体育场一角名为和和的火炬塔威然矗立 随着一名女童将镌刻和平二字的地板相入地面 悠扬的乐曲声响起 通往火炬塔的楼梯点亮 最后一棒火炬手刘玉洞走到火炬塔下 向全场观众挥手致意 并点燃火炬塔 盛火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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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飞越大海的鸽子在沙丘安睡 为了穿越天空的炮弹被永久禁止 我愿驻舰为离 愿枪炮弯曲 在主题歌《和平的新火》掀起的热烈气氛中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圆满结束 来自42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应邀出席开幕式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强出席开幕式 世界军人运动会是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办的 全球军人最高规格的大型综合性运动会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设置军事武项 海军武项 空军武项 定向越野 跳伞 等27个大象 329个小象的比赛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10月27号闭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8号下午在武汉集体会见出席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开幕式的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 及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要官员 代表中国政府 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 向出席活动的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 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官员 各国运动员 表示热烈欢迎 习近平说 今天我们在武汉举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一百多个国家近万名军人齐聚江城 共同书写交流互建的新篇章 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军人与体育有着天然联系 射击 马拉松等许多体育项目都起源于军事 军事体育能够强健官兵体魄 凝聚军心士气 展示军人形象 促进军队交往 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 习近平指出 中国军队一贯重视军事体育 广泛开展军事体育活动 积极参与国际军事体育比赛 特别是1978年加入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以来 同各成员国一道参加体育赛事 承办军事体育活动 开展合作交流 成为国际军事体育事业的主动参与者 积极建设者 重要贡献者 习近平表示 世界军人运动会为纪念和平而诞生 因传播友谊而发展 已经成为各国军队展示形象 增进友谊 扩大影响的重要平台 享有军人奥运会的美誉 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关注和喜爱 2015年5月 成功申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以来 中国政府和军队坚持绿色 共享 开放 连结理念 按照世界眼光 奥运思维 中国特色 高标准 高质量地 完成了赛会筹备的各项工作 本届赛会提出 创军人荣耀 祝世界和平的主题口号 就是希望各国选手 充分展示拼搏奋斗的体育精神 用体育的阳光 穿透战争阴霾 用友谊的桥梁促进文明沟通 用心灵的交融 凝聚和平力量 我们将努力把本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打造成各国军人 公平竞技的和平聚会 各国军事文化交流互建的国际盛会 习近平说 中国军队愿以本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为契机 不断推动国际军事合作 创新发展 加强同各国军队交流沟通 深入开展各领域务实合作 有效履行国际责任义务 携手应对共同安全威胁和挑战 为维护世界和平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表示 我希望大家利用这次机会 更多接触了解新时代的中国和中国军队 亲身感受一下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 欲祝本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圆满成功 欲祝各国代表队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 赛出友谊 欢迎大家参加即将举行的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 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凝聚共识 努力为维护世界和平 贡献智慧 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迪班上将 和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席皮奇里洛上校 代表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 及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 对习近平主席波容会见表示衷心感谢 他们表示 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 对国际军事体育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赛会筹备工作高效有序 衷心祝愿此次盛会取得圆满成功 各方愿与中方增进包括军事体育在内的 防务和军事领域交流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会见前 习近平同出席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的 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 及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要官员合影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组委会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等陪同会见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8号在武汉分别会见了 联勤保障部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驻湖北部队赴失职以上领导干部 和团级单位主观 上午11时40分许 习近平来到联勤保障部队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同联勤保障部队第一次党代会代表 亲切握手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对联勤保障部队第一次党代会的召开 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各位代表和联勤保障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的问候 联勤保障部队第一次党代会 16号在武汉召开 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认真落实习主席对联勤保障部队的训词要求 总结联勤保障部队组建以来建设情况 部署今后五年主要工作任务 动员广大官兵加快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 当日习近平还亲切接见驻湖北部队副师职以上领导半部和团级单位主官 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驻湖北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的问候 勉励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忠实履职尽责 锐意开拓进取 推动各项工作和建设不断取得新进步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贡献力量 勉励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许奇亮参加接见 今天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全面展开 首枚金牌就被中国队纳入囊中 八一射击队在男子25米手枪军事宿舍团体赛中夺得桂冠 此外今天中国还有多支代表队夺金 精彩比赛我们一起来看今日赛况盘点 军运会射击项目今天正式开始 率先进行的是男子25米手枪军事宿舍团体赛 八一射击队排出最强的阵容参赛 由副队长金勇德领衔 谢震祥姚兆南均发挥稳定 最终以1747环的总成绩夺得冠军 帮助中国队拿下本届军运会的首枚金牌 今天上午空军五项飞行比赛在空军武汉某机场开赛 包括中国在内的九个国家参赛队展开了激烈角逐 最终首次参加这项赛事的中国队表现优秀 以3500分的总分荣获第一名 并创造此项赛事最好成绩 巴西和芬兰分破二三名 在今天上午举行的50米自由泳预赛中 中国八一女子游泳队运动员朱孟慧 以25秒01的成绩 打破世界军人运动会50米自由泳的记录 在刚刚结束的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 中国队王俭佳和以4分04秒42的成绩 夺得金牌 张宇涵紧随其后夺得银牌 截止到18点半 中国八一游泳队已经夺得三金一银两铜 柔道项目在武汉理工大学体育馆举行 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双复活赛制 时间均为4分钟 最终我军选手陈陈获得女子48公斤以下级金牌 礼静获得铜牌 基建项目经过一天的紧张比赛 中国八一基建队选手孙一文 以11比10的成绩战胜罗马尼亚选手安娜玛丽亚 夺得女子个人重建项目冠军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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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